歡迎大家收看 陪月月的自我修養 說這麼快 火神的寶寶貓寶就會出生了 不過最近有個煩惱 就是因為疫症的問題 我們都不敢請這個陪月園 所以火神就擔起這個陪月園的重要角色 作為一個新手陪月園 真的很多事情要處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煩惱 我就會把我學到的東西拍成一個紀錄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都幫到大家 首先我就會研究這個滴雞精 方便到時候貓寶出了小之後 太太坐著的時候就可以煮給牠喝 去補一下新的 我覺得學會了這個滴雞精的方法 將來都可以煮來給小朋友去補一下身 或者自己補一下身也好 做這個滴雞精或者肉精的好處 是可以吸收了雞肉裡面的精華 比我們平時用一些豬肉 雞肉去煲湯 會好很多的 那做滴雞精吧 第一件事就是買一隻雞 我會建議買一些無激素的雞 回到家之後把雞的表皮去掉 如果有些肥膏的話都盡量清掉它 那待會蒸出來的雞精就不會太油膩了 接著就把雞肉斬件 盡量剪小塊一點 方便在鋪的碗上面 說這麼快一碗雞精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需要用一個電飯煲 接著把一隻碗反轉它 吸入電飯煲裡面 接著就把我們的雞精一件一件圍著一隻碗 放進鍋裡 放進鍋裡 接著 教煮飯模式 我想大概40分鐘時間 接著 把雞精一件一件夾出來 再打開一隻碗 如無意外 雞精應該在一隻碗裡面 咦奇怪了 為什麼一隻碗黏得這麼緊 為什麼好像沒有雞精在裡面 難道我失敗了 啊 真的失敗了 一滴雞精都沒有 我想是我蒸太久了 所以雞精蒸發了 唯有買個雞再試過 今次會蒸短一點時間 我想今次蒸20分鐘就足夠了 好快就20分鐘了 嘩 好多雞汁啊 看來今次是成功了 看來今次是成功了 讓我夾起雞看看 先 緊張的時刻來臨了 讓我打開一隻碗 看看裡面有沒有滴雞精先 嘩 今次做滴雞精非常之成功了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都是伸手陪月圓 或者想做些寶品給家人吃一下 都可以試下做這個滴雞精的 不過記得喝之前要先撇油先 那麽就會好油膩的啦